今天的依资国股推介是招行3968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是资金热炒中特股 就是中国特色股值行情 中资金融股好像是耐银 耐险股昨天就全线向好 耐银股价股息率高 股值低 具有中特股的特质 加上市长看好正式差将会企稳回升 预料耐银股的升浪未完 耐银股落后之选 可以留意招行 耐银股之中招行股最为落后 今年以来累计跌9.7% 是主要耐银股之中 唯一录得跌幅的耐银股 漫然内地经济第二季起 有望加化局输 对经济敏感度较高的招行 预料重拾增长动力 建议陈目前低位吸纳 按彭博组合预测 招行未来三年仍未保持双位数增长 2023年升一成至1517亿人民币 相较今年第一季7.8%的增幅 估计第二季开始 盈利增速可望加快 走势上纳招行上星期四业绩之后 大成交建底 马上为急升4.8% 搜捕39.4% 可以等候38.6级 五线上网4月份高位大约43元 别穿前底36.8就止洩 我们下期再见